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招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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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 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 一百六十九页 一百六十九页 请看第五行 真实之记者 真如实相之本记也 此即本经之所开示则也 这是一段 前面我们看到 练脑引用三品经文里面 所讲的三个真实 这里就讲的这个本体 真实之记 那什么叫真实之记呢 就是真如实相的本记 我们大家修学佛法 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要回归自信 也就是要把自己的本来面目 再找回来 你看中文讲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 是一切诸佛 共同推荐的方法 念阿弥陀佛 将来成阿弥陀佛 下面再说 极乐妙徒乃真实智慧之所 庄严成就 则也 这里讲到第二个真实了 真实慧 这个真实智慧里面 是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也没有执着的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圣人 他是没有欲念的 我们一般凡夫呢 都有欲念 哪些 五种 这常讲的五大类 财色名诗碎 其实那个最麻烦的是什么 自私自利 凡事都是想到自己 凡事呢 都会个人的名利而考量 假如说对自己的身心 对自己的名利有伤害的 他就会采取一些 违背自然规律的举动 那这样子 他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佛教所讲的 造六道轮回业 说他是造六道轮回业 这还是比较好听的 那说得不客气一点 他造什么业 三土业 好不容易得到人生 如果将来去三个道报道 太可惜了 尤其是学佛 挑入以后还多到三土 受苦 佛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 可怜 明正 所以人呢 一定要有真实智慧 那么真心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 实际 真实之际 就是经上所说的 真身 真身就是智慧之身 就是功德之身 就是众善之身 所以我们想要去普度众生 首先要成就自己 佛家讲 未能自度 而能度人 无有是处 大家想一下 阿弥陀佛 他为什么能够普度 尽虚空 变法 及一切众生 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他首先要成佛 是不是 他如果不成佛 他怎么可能度我们呢 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成就道业 才行 当然了 一个 善巧方便 就是要建造一个良好的国土 提供给我们大家呢 来到那边呢 安心的学习 下面再说第三个真实 弥陀世尊 设此妙徒 宣此妙法者 与会于众生 以真实之利也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 学佛人 应该 要向阿弥陀佛学习的 看看极乐世界 无论是一霸 还是正霸 真的 绝对挑不出一点毛病出来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庄严世界 经常讲嘛 极乐世界是什么世界 大光明照 作为同学 大家想一下 哪一天 我们这个地球 也是个大光明照的世界 好不好 那澳洲 还需不需要建 这个发电厂 来发电呢 大家知不知道 澳洲的这个电 从哪里来的 你说发电厂 那发电厂 它靠什么来发电呢 你有没有调查过 这个事情呢 最主要是烧煤炭 请问 烧煤炭又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 增加 增加二氧化碳 对不对 这个好不好 不好 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地球变得这么糟糕 跟我们每天所使用这个煤炭燃烧之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有知己的关系 我们才举这么一个小小的例子呢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被我们人给破坏的越来越差劲 他就想一下 如果我们这样子做 那底下一代人也这样子做 那后面的人怎么看待我们 本来这个世界是很好的 结果我们这些人呢 没有给后面的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他们是很不高兴的 可是在极乐世界呢 就不必为了光明 不必为了生活所需而伤脑筋 一切法都是随心所限 所以从这些现实的例子就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向往的一个过渡 讲到真实之利益啊 太多太多了 最真实的利益 无过于帮助我们大家开智慧 真的 哪一天开悟了 那这个时间就没有人在造恶业了 下面再总结了 此三真实 极一极三 方便究竟 不可思议 极乐一正 净土法门 具体是真实之计 故云本经 以实相为体性也 这一端呢 是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说明呢 我们这部经 我们这个法门呢 从头到尾 它所标示的是什么呢 都是真实之计 它也说明我们这一部经 确确确实实是依据实相 为这个体性的 这是十本开启 第二个部分 本经体性 下面呢 我们接着再学习啊 第三个部分 这也是非常重要 它是一经中驱 底下第一段 经之所从上者 明知为忠 忠者耀眼 全经之忠之也 搞清楚 这部经这个法门的体性之后 我们下一步 就要想到 我怎么去修 修了之后呢 我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称之为呢 忠趣 这个非常重要 那忠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忠止 下面呢 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有忠者修行之耀尽也 什么是忠呢 他就是我们修行的 要静 要就是重要 静呢 就是道路 门道 把这两个字合起来讲 就是我们修行 最重要的道路 最重要的入门 故知忠者为全经之纲领 你看 这个忠 多重要啊 他是 整部经的 总纲领 假如有人问我们 释迦牟尼佛教学 49年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够用三句话 他打出来 可以啊 是吗 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 最后呢 转返为圣 所以我们就晓得 原来世尊开悟之后 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从事教育的 天天帮助我们呢 破迷开悟 他不但讲 更难得的事 他还表演 做出来 刚举目章 领提 一顺 事故 于遍体后 手印 明钟 修行呢 首先要抓住 这部经 这个法门的纲领是什么 要把他 这个重点 搞清楚 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佛家所讲的 戒定会三学 人 不能不持戒 那这个戒又是什么 戒就是我们常说的规矩 规矩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 常言说的好吗 不依规矩 不成方圆 所以呢 修道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都要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大家每天早晚 做完各自的早晚课之后 要么就是个人 要么就是团体 一起呢 要 供念 三规一 三规一 太重要了 提醒我们 要绝而不迷 正而 无邪 进而呢 没有染污 具体落实 我们把这个孝道 要做到 要把这个诗道 要做到 要把十三叶 真正落实 把这三方面做到 那您把哪一符就修到呢 就是今夜三符的第一符 所以今夜三符 特别重要 这是师尊 在观经里面 着重强调的 果真把这个孝 跟静 做圆满呢 我们就尊称这个人 是佛 其实佛对阿罗汉 圆觉菩萨 他怎么看待呢 在礼仪上说 大家平等 但是在事项上 阿罗汉 圆觉 菩萨 他们还有这个烦恼 或者是习气呢 没有断干净 一旦到最后 完全都断干净 他们所入的境界 跟诸佛如来 无二无凭 说到修这个孝 要落实这个境 我们呢 从这个弟子归 开始做起 从这个 太上感应篇 从这个 佛说四三叶岛经 逐步逐步的落实 我们这部无量寿经 有没有提到 这三个方面呢 伦理道的因果 他有没有讲呢 有讲 哪个地方啊 他的分量还蛮重的呢 是不是 从三十二品 你仔细看嘛 三十二到三十七 就是讲这三个方面 所以有那个会看的人 就知道 这部无量寿经 太了不起了 小圣的 宗 大圣的宗 宗子的宗 都在这部记里面 一个不落 所以我们自己修道 不能够疏忽这些方面 那这个明宗 就是讲 我们要把修行的总纲理 搞清楚 后面还说 体是礼仪 宗 是行 假如说 我们把修行的方法理论 搞清楚了 但是不肯去落实 那这样能不能够得到 佛法的真实利益呢 得不到 顶多他怎么样呢 其实现在有一种人呢 被称为什么 佛学家 是不是 佛学家能不能了生死 不能了脱生死 他顶多阿赖也是里面 种一点三根种子 可是对于 临终的时候 我们问他 你能不能够铭心见心 能不能够出师法界 他没有把握 这样人多不多呢 自古以来非常多 但是我们不能够犯他这个毛病 所以我们呢 学一点就做到一点 非常重要 下面再讲这个体了 体者乃中所依之体 中者即是贤体之中 二者互相表领 中是会体之要形 故应崇尚 所以我们修行 首先要把理论方法弄明白 晓得之后呢 尽量去做 做到一分 您就有一分的收益 那个收益是什么 就是佛家常说的 发系 我们大家学佛这么多年 大家有没有发系 有啊 今年都快完了 是不是还两个月就结束了 如果您说 这一年一点收获都没有 那您来学院做什么 是不是 那就很可惜了 应该是怎么样呢 越学佛就越欢喜 越学佛 他这个心理的负担就越少 我们就观察出来嘛 有些同学 从去年到今年 他一直在听这个课注 听这个注解 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身体就变了 变得越来越轻 哎呀 那个烦恼越来越少 好现象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佛力加持 不可思议啊 往往我们自己看不出来 别人一看就赢不了人 所以这个宗跟体呢 真的要把它搞清楚 这个贤体跟明宗啊 他们是互为表里的 里面呢 是讲这个真理 外面呢 是教我们这个修行的方法 门道 有哪些 所以说 中是会体之要行 大家学佛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将来 弃入佛的境界吗 怎么做呢 我们这部经 就告诉我们怎么去修行 真的 您越下功夫去修 所得到的利益越大 古灵有一句话怎么说 这讲到心情好吗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其实他那个是什么 那是外面的刺激 他才稍微乐一下 是不是 我们修道人 是不是外面的刺激啊 不是的 我们这个法喜 从哪里产生呢 从自己内心 它自然而然 产生出来的 而且呢 真的心悦清净 那种涌出来的那种快乐 没办法形容 常言说得好吗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所以我们放下的越多 您那种法喜呢 就越大 下面是 相相大师呢 他给心经呢 做的一个注解 叫相相心经书 这是随莫唐初的 一位高僧 他是华音宗 第三代祖师 他老人家讲 言之所归 这个是忠 忠之所归 这个就是去 去呢 就是去向 所以一般我们常说 忠去 合在一起说 后面是华音宗第五代祖师 他老人家的开示 有 龟风大师 原诀 略疏云 这个原诀呢 就是原诀经 大家有没有看过原诀经呢 有啊 这部经很重要啊 其实哪一部经不重要的都重要 好了 我们这个就不展开这个话题了 这部经很重要 龟风大师告诉我们 去者 亦去 去向 即心意所归去之初 我们把这个说法呢 稍微白化一点 就是说 我们学习经教 将来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您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这就称为去 大家看那个去哦 它是什么部首啊 走 对不对 走路嘛 你走路要到哪里去 那个目的地 就称为什么呢 去 所以这个中呢 是方法 去呢 就是归去 你的目的地 念老呢 给我们总结了一下 可知 去者 归去也 事故 依经终止 明其所为 是其所求 就其所知 明知为去 这个所知啊 那个至就是到达的 这段话呢 就把修学佛法 从这个基本的理论 还有我们将来所要得到这个成就是什么 都说出来了 所以当年 霍能大师 第一天 见到他师父时候 他师父问他 其中一句话 你这个蓝蛮子来我这里干嘛 因为他是广度人嘛 你来我这里做什么 能大师会怎么回答呢 我是来做佛的 我是来做佛的 那个做佛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了 是不是 归去了去 他以后有没有 成佛呢 真的成佛了 所以他那一趟没有白跑 再看第二段 卫义无量寿经之中去 古有多解 其利非矣 这个卫啊 是三国时代 这个曹操 那个 他的儿子 所建立这个朝代 叫魏国 在这个时候呢 康生凯就翻译了一次 无量寿经 称为魏义本 我们中国人呢 对这个康生凯的版本呢 有做过注解 但是只有两个 后来韩国跟日本的高生呢 也做了很多的注解 光是日本 这些祖师大德 所做的注解 就远远超过 我们中国韩国 它没多少部呢 至少有三十多种 分量很大 下面念老呢 就要先举 我们中国的 随陶时代 家祥寺的 极藏老法师 无量寿经 一书 简称呢 家祥书 里面的这个 开示 他讲 此经 宗志凡有二令 第一个 弥陀修音 赶尽图国 第二 劝悟 这个悟呢 是指我们众生 劝悟修音 往生 弥陀 大家看到 这个 家祥大师呢 他这个说法就非常经典 两个句话 就把这个意趣啊 就说出来了 那再看韩国 袁晓大师 他在 无量寿经 中央里面 怎么说的 这个海东啊 就是指 韩国 因为韩国在我们中国的东边嘛 称为海东 此经 正以净土因果 为其中体 舍物 这个物 也是指的众生 舍物 往生 以为意志 所以佛的目的呢 就是要设受我们大家将来呢 顺利往生 西方 净土 后面 谭乱大师啊 也给我们提出一个 说法 他讲 净宗 是以佛 名号 为 经体 他这个说法 有没有道理啊 有没有道理 有啊 找个证据 我们说一个特别明显的 您说弥陀经 那个经体好不好 尤其是 这个 罗斯大师翻译的弥陀经 太好了 其实本来 这个弥陀经的经体 不是这个经体的 那罗斯大师把那个 意思就变了 但是他翻译 这个经体呢 没有翻错 他是意义这个 经文的 他跟这个 玄奘大师的翻法不一样 玄奘大师呢 是足字足句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 中规中句 那罗斯大师是意义的 但是意思呢 没有一点点错误 所以我们读 罗斯大师的 这个弥陀经 挺好的 我们中国人蛮喜欢的 因为他这个 读起来很顺 而且很合乎 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你看 每念一个经体 你就念了一句什么呢 阿弥陀佛 下面是善乐大师 所说的 念佛三昧为中 一行回愿往生净土为体 这个体呢 就是中趣的意思 下面还有日本 观测老法师 有一部 弥陀经的注解 叫和战 他说 此经念佛为中 往生为体 这个体啊 也是去 大家看 这么多的 中国日本 韩国高僧 他们的看法都相同 一经所尊 专在念佛 归念佛为之中也 中之所去 为在往生 归往生为经体 大家看到这儿 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 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不就是劝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呢 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是不是 他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好 下面念老的再说 静宗称无量寿经 为大经 阿弥陀经 为小经 古人也说了 大本 小本 所以呢 这两部经呢 说实在 就中趣来说 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一个是呢 说得多一点 详细 一个是呢 说得简单 但是他们的意境 无二无别 清朝的时候 彭吉清老居士呢 他又 提出一个个人的高见 他说啊 华言经 无量寿经 弥陀经 三经呢 其实是一部经 华言经是大本 无量寿经是中本 弥陀经呢 小本 的的确确 看到华言经 不得不佩服 彭老的这个 看法 是正确的 为什么 您看最后 这个 普贤菩萨 他发什么愿呢 十大愿望 是不是 十大愿望 目的是什么呢 倒归极乐 不但他这样子修 跟他在一起 共同发心 劝华藏会上 这些大菩萨的 文殊菩萨 也是发心 要求生西方净土 我们可要知道 华藏两位大菩萨 都要求生西方净土 那我们要不要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应该 那有没有人 看了这部经 他还是不想去的 有没有 多了事了 是不是 这样人很多 那他为什么 看了尽忠经 他还是不动心呢 两种人 哪两种人呢 不是没有把这部经 搞清楚 他就是什么呢 狂妄 说的简单一点 非鱼即狂 所以宏义大师 对于这样人 是觉得蛮遗憾的 多可惜啊 下面再讲 两以二者 十同一经也 无量寿经 跟弥陀经呢 仔细地看 真的是同一步的经典 底下再讲 阿弥陀经之中区 亦有多说 关于阿弥陀经的中区呢 古大德 他们的看法 不少 下面呢 黄连党就给我们举出了几个很著名的例子 那第一个呢 就是莲池大师 在弥陀经书抄里面的 说法 一正清静 信愿往生 以为终去 我们在上一次提到了 这个莲池大师 写弥陀经的注解 书抄 他一开头 就讲什么 石门开启 大家可要知道啊 这么短的经文 居然能够找出石门开启的证据 太了不起了 如果他没有真知灼见 他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从这儿你就知道 莲池大师的智慧高不高啊 非常高 所以啊 在明朝的时候 很多人呢 对于净土宗 藐视 不太尊重 所以那个时候 净宗啊就 比较衰落 那经过连宫 这么一提倡 大家一看这个书抄 服了 没想到 《华言经》上 所讲的一个境界 居然在弥陀经 小小的这一部经里面 都能够找得到 大家无话可说 你想一想啊 弥陀经都能够找得出 那无量寿经有没有啊 那就 当然也具备嘛 是不是 我们正在学习嘛 所以有这个经真的通达一步之后 其他的经再一看了 就一目了然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联工 告诉我们 这个本经 这讲弥陀经 它的中趋是什么 一正亲近 信愿往生 这个世界太好了 我们真的要去啊 不去就太可惜 太可惜了 后面的优习大师 在弥陀经 原宗朝里面 提出 以信愿敬业 为弥经 中药 第三位 偶尔那师 在弥陀经药节 讲到 以信愿持名 为中 这个说法 印光大师 非常钦佩 简单恶药 四个字 是不是 信愿持名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部经的中指 所以后面念老 就总结了 中上大小二本 中外诸家 所名中趣 皆以信愿持名 往生净土为本 念老呢 最后把它归结到什么 弥陀经药节 偶尔大师 这个说法 于是 广参诸家之说 据本经之文 标明 本经 中趣曰 本经 以发菩提心 一向 专念 为 中 作为同修 这两句话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为什么 这可是重点 这是我们今天所 学习的 重点 假如有人问 你们 无量寿金 中 是什么 马上 要答出来 发菩提心 一向 专念 为中 好了 那去 是什么呢 你看后面 再讲了 以 原生 似土 静 灯 不退 为 去 这个静 就是 直接 我们 生到 极乐世界 是怎么生 是不是一个一个 向上提升 不是的 仕途 我们怎么生 原生 这可是在其他世界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只有在极乐世界 看到 所以我们大家念佛 念了一辈子 您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求来生 再来这个地球 当国王 当总统 不是的 或者到天上 做天王 不是的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要往生极乐国土 做跟阿弥陀佛 一样的佛 这才是我们的去 下面的第三个部分 明宗 第一段 经宗三倍往生品宗 这是第二十四品 所有上中下三倍往生之人 莫不已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为因 这一段开示 也是我们要把它牢牢地记住的 并且要认真去修学 第二段 有弥陀第十九月曰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密 兼顾不退 复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灵寿忠实 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 经虚于间 即生我岔 作阿维悦至菩萨 这是引用 四十八月里面的一段 愿文 这都告诉我们大家 怎么样发行 怎么样去修行 真正去做 将来的果报不可思议 什么果报呢 这里讲到一句话 我们要重视它 就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是什么身份呢 阿维悦至菩萨 那么再看一下自己 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呢 好可怜啊 是不是 生死凡夫 做不了主的凡夫 想不来投胎 非来不可 想这一生不老不死 会不会老啊 会不会死 谁都要死 是不是 你看人生无可奈何 事情太多太多了 幸好我们现在 遇到这个净土法门 那能够认真修学呢 将来的利益啊 非常殊胜 所以在这个时代 有人发现 弘扬弥陀经 或者是弘扬无量寿经 弘扬净土五经一论 功德不可思议 太大太大 讲究老实话 后面九千年 能够帮助众生 在短短一生当中 得到最殊胜利益的 是哪一部经 给我们利益最大呢 最圆满呢 最究竟呢 无量寿经 还有 如果有人发现了 流通这部经 的注解 黄连老写这个注解 那功德不可思议 假如我们再把 他这个注解 由这个中文 翻成其他的文字 那就太好了 希望大家发心了 把这个注解呢 学好 讲好 毕竟孩子们呢 要真正做到 我们做到一分 利益就得到一分 那做到两分呢 利益就得到两分 如果全部圆满做到呢 那这个功德 也是究竟圆满的 具体落实呢 不外乎 五大科目 见三福 六合镜 戒定会三学 菩萨六度 还有呢 十大运皇 其实大家仔细看 这个所说的 五个科目 它是依据什么来讲的呢 四红是愿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首先 教我们要怎么样 拓宽心量 我们现在心量大不大 其实也蛮大的了 是不是 你有什么样的心呢 你想去极乐世界嘛 是不是 这个心就不得了了 那就不是凡夫心哦 动了这个念头 佛就非常赞叹 那我们再把这个心保持住 再把它扩大 加深 一直到临终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那就有把握 可以往生西方进土了 同时呢 也要尽量的劝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呢 也能够接受 这不经 接受这个注节 接受呢 这个念佛法门 我们大家通通发愿 都求生西方进土 这个好 曾经有同修啊 这样跟我们讲 他说 他提出个问题嘛 他说法师 如果我去了 那我家里爸爸妈妈怎么办 那我老公怎么办 我还有个小孩呢 那我自己先往生 那他们怎么办 那我去了 是不是太自私了 请问 我们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不是自私 不是的 您到达极乐世界 是不是去到那边就不回来呢 不可能 怎么讲呢 我们说一个很现实的吧 您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三明六通 全部都恢复了 那换句话说 所有的能力 都起现行了 到那个时候 您自自然就回头看 澳洲 嘉心眷属 他们在做什么 你就很清楚了 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他们讲话 说什么话 您听不听得到 都听得到 更奇妙的是 他们还没有要讲的话 还没有说出来 您知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呢 居然也知道 就是本能 所以您有这样的本事 那再回来度他们 容不容易呢 就太方便了 到那个当下 您就可以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了 《论云经》上面说吗 谁众生心 应锁之料 该献什么身 就献什么身 到那时候 你就变一个身 就来到您的家人 然后跟他们交往 你就可以尽量地帮助他们 到那个时候 能力强大无比 不像现在 我们想帮助家人 容易不容易 不要说别的 光是帮家人烧三顿饭 容易不容易 累得够呛 是不是 还生一大堆烦恼 烧了一桌菜出来 是不是大家 每一顿饭菜都满意呢 不见得 是不是 您稀辛苦苦地 为他们服务 他还不一定 有那种感恩的心 还嫌弃 那佛部长烧饭 不得了 我们现在没服务嘛 是不是 没有吃过佛部长烧的饭菜 哎 到达基督世界 可以讲 什么事情都会映现 好 下面再说 修诸功德 这句话呢 也是我们大家要重视的 我们要注重 那些往生的大德 他修学佛法 不是着重于修福报 他着重于修什么 功德 那功德跟福报 又有什么差异呢 在于亲近心 在于您是不是计较他 在于是不是执着他 如果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您所做的这个善事 就变成什么呢 功德 功德能够了生死 福德呢 不能了托 所以梁武帝啊 就是个蛮好的例子 同时呢 还要奉行六波罗密 这是菩萨主修的一门功课 我们修行呢 一定要记住个原则 就是要保持坚固不退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 为什么 很多大德 这自古以来 一开头都修得不错 可是到最后怎么了 变直了 你看佛门有一句话怎么说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有模有样的 中规中规 可是学佛两年呢 佛在天边 变形了 走样了 第三个呢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 多可惜啊 在他的心里面呢 连佛的 影子都找不到了 换句话说 跟一般凡夫呢 没什么两样 这就退步 退得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想要让自己不退转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天天要读这部经 天天要看这个注解 天天要听这个注解 还有一个要怎么样 如果你能够做那就更好了 天天讲这个注解 天天讲无量的时候就很好啊 现在国内有同修发心 把印光大师文抄里面 关于无量寿经这个注解 也把它汇集成一个单行本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学员有没有这本书 还没有 明年 等到这个疫情之后 如果这一套书 从海外运到我们澳洲来 我们希望每个同修家里面都请一套 好啊 作为同修 哎呦 现在又有练脑的注解 又有印光大师文抄的注解 那您可以说是福报太大太大 可以讲吗 现在众生福报 那比以前的人那不晓大多少 假如有人对黄年老这个注解 还有疑问 那他就可以看一下 印光大师文抄这个注解 好啊 如果有我们学院的法师 能够发心 专门讲 印光大师文抄这个注解就好了 大家都在看这一套诗 你们是什么意思 是要他发心是不是 那下的课赶快向他提醒 请他早早做准备 陆生看了一下 这个文抄解释这个无量寿经 很好 他是按照这个科判来做这个注解的 如果前面能够加上 哎呀 这个无从悬疑 或者是诗门开启 那就更好了 不过呢 我们可以参考黄年老这个诗门开启 所以有这个 这么好的著作 我们应该要深入 天天学习这部经 真的 您每天呐 持之以恒 绝不中断 保证将来往生西方净土 念佛不会动摇的 好 下面呢是讲到这个第十八院的经文 闻我名号 至心信妖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实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唯处武力 诽谤正法 刚刚呢就忽然想到一点 在 如果说有同修能够发心 把这个印光大师文超 解释 解释 无量寿经 这个上中下三册 里面的明相术语 还有一些典故 也能够把它查出来 那就太好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黄年老这个净土 大经科著参考资料 这样子全把它查出来 那这样子讲经的法师同修啊 它就更加方便了 因为它是三册嘛 我们估计那个参考资料啊 那差不多也是三册左右 那个分量就挺大的 不过呢 这个好 为什么呢 方便嘛 是不是 因为光是看文超啊 其实那个意境也很深 不前哦 也蛮深的 所以要把那个文超这个注解 讲好 一定要有相当的念佛的功夫 他才能够把它讲得好 那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无量寿经呢 可以说是得利于念老的这个注解 参考资料 那再加上文超这个辅助 真的是太棒了 好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所念的这个第十八院 可以讲呢 四十八院院当中 哪一院是排名第一院呢 就是这个第十八院 他告诉我们呢 关键的一句话 十念必胜 第十九院是讲到要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所以我们果正能够做到 置心信药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那为什么那么多念佛人都不能往生啊 当年李世公在世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台中这些他的学生们 五十万年有 那真正往生的才多少个人呢 他说比例 一万个人当中才三五个人真正往生 这大概是三四十多年前讲的话 所以五十万 五十万 一万比三五 那就是说得多一点吧 两百五十个人往生 所以这个数量就少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念佛没有达到置心 什么叫置心呢 把这个世界真正放下了 不再有任何的牵挂 名文立养 是非人我等等 全都舍得干干净净 心里面除了这句佛号之外 没有别的杂念 这个就称为置心 在愿文当中呢 特别强调一句话 唯处武力诽谤正法 假如有人 他造着五令十恶重罪 并且他又毁谤这部经 毁谤这个法门 当然他就去不了了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假如他往生之前 有造这样的罪 但是在断气之前 他遇到一个贵人 劝他你要赶快忏悔 你赶紧念佛 要求生极乐世界 那这个人他肯接受 他肯念佛 阿弥陀佛会接他的 孩子会带他去 所以善导大师呢 在诸节里面呢 有特别讲到这个事情 那佛之所以这样子说 告诉我们 造作五令罪 毁谤三宝的罪 非常重 是劝我们大家 不要去造 为什么不要造呢 因为将来的果报是要 剁无间地狱的 所以下面的念了 就给我们总结了一下 可见第十九愿 重在发菩提心 疑心念我 第十八愿 重在置心信要 疑向专念 这就把这个重点 明确地告诉我们 所以发菩提心 疑向专念 是弥陀本愿的心水 是四十八愿的中心点 也是我们这部经的中药 也就是我们这部经 最重要的指导 纲领 它也是呢 往生必备之正音 方便度生之慈行 方便度生 是菩萨教化众生的慈行 佛菩萨的世间 最想教给我们的方法 是哪个方法 念佛 往生希望进度 本经所从 从就是从上 全在于此 修行要尽 唯思结要 故为本经之中也 所以啊 这里所引用的 第十八愿 第十九愿 所讲的话 是我们这部经 最重要的宗旨 大家一定要牢牢把他抓住 下面呢 再说到这个发心呢 有两个意思 首先呢 需要远离三种 与菩提门 相违背之法 谭能大师 在《往生论》的 注解里面 有说到 无量寿今 三倍往生中 虽 行有幽烈 莫不 皆发 无上 菩提之心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下 什么叫 无上 菩提心呢 某一大师 那个说法 既简单 又明确 又很容易理解 他怎么说呢 真正想去极乐世界的心 就是无上 菩提心 大家想不想去西方戒徒 不要勉强 您点头 您不点头 悟生也不会生气 要不要去 看大家自己选择咯 不过没关系 您现在呢 还有点犹豫 不晓得要去还是不去 多听这个注解就好了 您现在才刚刚开头嘛 是不是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经文呢 这是讲到石门开启的 第三个部分 明中 说不定您把这个石门开启 听完了 您那个点头只点一下 下次您点两下了 信心就会越来越强 学这个注解好啊 把我们内心的疑惑 扫得干干净净 所以啊 这个注解 对我们建立信心 加强怨心 有很大的作用 下面继续讲到 这个发菩提心 它的定义是什么 此无上菩提心 即是愿作佛心 愿作佛心 即是度众生心 度众生心 即摄取众生 生有佛国土心 谈论大师这一段 注解 说得非常棒 其实大家从 谈论大师这段开始 你就晓得 谈论大师他老人家 现在在哪呢 肯定在西方 基督世界嘛 是不是 他把基督世界 已经搞得那么清楚了 他当然要去 所以要学习往生论 要讲往生论 谈论大师这个注解 非常棒 不要说我们中国古人 对他人家这个注作 很尊重 日本 真的您看 日本这些 佛教徒 这些高僧大德 他们也非常推崇 谈论大师这个注作 这一生 可以讲 别的法门没有遇到 别的经典没有遇到 我们呢 这个还不觉得 很遗憾 假如说这一生 没有遇到无量寿经 没有遇到净土五经 没有遇到净土法门 那就有点遗憾了 为什么这样子讲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末法时期 我们修学别的法门 能不能够断烦恼 断习期呢 老老实实讲 我们做不到 唯独 念佛法门 能够帮助上根 中根 下根 所有众生 都能够 不断烦恼 为什么要在这个末法时期 特别提倡净土法门 这是谁讲这个话 是师尊亲口讲的 你看大吉经里面 不就这样子讲吗 末法时期修行 唯有净土成就 所以我们要帮助 所有有缘的人 都能够 认识净土法门的好处 他假如说 已经修学其他法门了 他不想改 他还是希望学他的经典 学他的法门 我们该怎么跟他说呢 很好 一直学下去 不过我们再加一句 加一句什么 你要发心 把自己每天修行的功德 回向求生西方净土 这个好 因为他修他自己的法门 他觉得已经功夫比较得利了 他得清净心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在跟他说呢 你再加一个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你的功德就达到圆满 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呢 这个第24品里面 就后面讲到一心三倍 一心三倍呢 不是讲专修净土 他要么修律宗 要么修三论宗 要么修华言法华等等 别的宗派的 行 没问题 只要他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他修到心清净 佛呢 也愿意接受他 从这儿你就知道 极乐世界 他这个 大门 我们不要说这个大门呢 我们就说 阿弥陀佛这个心量大不大呢 非常大 他能够包容 所有法门的修行人 都去极乐世界 包括哪些人呢 包括我们对面教堂的 这些神父 这些信徒 他们如果专念圣经 每天向上帝祷告 每天学习圣经 也修得蛮不错的 是个大好人 他如果在临终的时候 也念个一生到十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带他去 也会的 所以哪一天呢 对面的人 突然来到我们学院办公室 希望我们最后帮他祝念一下 那大家要不要过去 应该 这个时候应该帮他一把 现在他们不来这边听无量寿经 不代表人家不来 他不学这个 他们宗教 经典 我们要对于各个宗教 平等尊重 所以他学回教的经典 我们要护持他 帮助他 成就他 他如果学这个圣经呢 也要尽量地辅助他 希望他能够把圣人 上帝 他们所教的这些理论方法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学呢 怎么样快速地 入境界呢 我们这个寿命又短 我们又不晓得自己能够活多久 大家知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 不知道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您不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怕知道还是 是什么 怕吧是不是 还怕死 糟糕 学佛这么多人还怕死 好吧 这个怕死的心很正常 谁不怕死呢 是不是 不过真正学佛人 他已经把生死看淡 其实我们都已经死了好多次了 是不是 不过呢 真正念佛人 他就不会有这个死的麻烦 他走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大家看这个经文呢 讲得那么清楚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是怎么去的 是生 是不是 往生 那个往是什么意思 往就是去嘛 我们怎么去呢 活着去的 再说的 确切一点 我们这个神是 中国人讲灵魂嘛 灵魂离开这个身体 然后从头顶呢 就出来 然后就走进那个莲花里面 坐下来 莲花叶子一合起来 阿弥陀佛呢 就把我们给 带走 活着去的 不是死着去的 当然我们这个神是 一离开这个身体 这个身是没有灵的吗 他自然就慢慢的 就腐败了 就坏掉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虚假的色身 无蕴之身 不要贪恋 我们应该要向往什么身呢 法性身 我们居住的地方呢 就讲极乐世界 法性土 那个地方好 所以这里讲到发菩提心 很重要 后面再说 事故愿生彼安乐 净土者 要发 无上 菩提心也 这就说得非常明确了 您真的想要去极乐世界 首先要发大心 那既然想去极乐世界 我们在眼前 还要不要跟任何人闹矛盾呢 假如我们今天早上醒来到现在 上课之前 还跟人家吵嘴 还跟人家打架 还跟人家发生冲突 我错了没有 别人没错啊 说我错了 我们错在哪里呢 你还有边界嘛 是不是 还有身界边界 剑取见 戒取见 血液见 还有五种见货 还有五种见货的人 对不起哦 阿弥陀佛不收他 至少我们要把这五种见货 要把它压住 控制住 不能够再起现行 所以呢 到达极乐世界的所有大众 可以讲 他升到极乐世界 不会跟任何人闹别扭的 不过这句话说起来 挺容易的 但是真正做容易不容易啊 您说一家就想在家屠杀嘛 在家同修 一家几口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些摩擦呢 多少都会有 是不是 两个人住在一起会不会有矛盾呢 是不是 两夫妻都会有矛盾 哎呀那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六合镜 挂在这儿 诸佛同修 如果家里面能够挂一个六合镜 好啊 古里有句话怎么说呢 家和万事心 但是怎么个合法 这是大学问 佛家呢 举了六条纲令 真的 这每一条都做到 这个家庭上上下下 人再多都不会有问题 还有一点 我们要特别强调 我们不要要求别人做到这六条 这六合嘛 哪一个人必须要先做到呢 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自己带头做 凡是能够忍 哪有不平的事情呢 对不对 一切事情都能够在我们面前呢 把它摆平 不平 什么原因呢 我们心不平 是没有所谓的平不平 您的心平 所有的事都平等了 心平 所有的相呢 也都平等 所以在真正的修行人眼目当中 没有一个恶人 没有一个坏人 所以我给大师讲得好啊 这个 这个 静缘无好丑 好丑呢 起于心 是不是 那这个静是讲物质环境 缘是讲人事环境 人事物 我们常说的 人事物没有所谓的好坏 完全在我们的分别心 有没有 你把分别心打掉 全部都平了 后面呢 就说到另外一个方面 假如没有发大心的人 他就很麻烦 怎么说的呢 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 但闻 这次讲到啊 有一种人呢 他并没有发 前面所讲的无上菩提心 那他为什么也想去极乐世界 他听说极乐世界太好了 七宝的房子 什么都是受用 风俗 他向往这种啊 富足的生活 富裕的 场所 其实他这是什么心呢 谈心嘛 是不是 想要去 享乐的心 他能不能够去极乐世界呢 去不了 中文他的佛号 每天念十万声 他也去不了 这用心用错了 反而呢 那个一天到晚呢 什么烦恼都没有的人 一天只念个一声到十声 到临终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去啊 他还是可以去 为什么 他心很清净 所以我们看慧能大师 他第一天去拜访他师父 其中所讲的话当中 就有一句话这样子 他说什么 弟子心中 长生 智慧 换成我们 换成是我们了 如果也是那个时代 您拜访五种 您怎么说 可我们就换了一个说法 哎呀 大师啊 弟子心中 长生烦恼啊 是不是 我们有没有烦恼呢 骗人 骗不了别人 我们的烦恼都在哪呢 都在眼睛上写出来了 都在我们的面孔上反映出来了 都在我们那个身体上都反映出来了 真的您看一些人 他这个心事重重 从他的身体上 一下就看出来了 都不用跟他交流的 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跟他讲 你怎么那么多心结要把它放下哦 没关系啊 心事再多多看这部经 多看这个注解 多听这个注解 慢慢这个心结就一个个就把它打开了 其实佛法对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内心的困扰 破除掉 所以古人有句话说得好 叫 理得 心安 大家听过 理得心安 他还可以反过来讲 心安 理得 都讲得通 所以一个是讲因 后面是讲果 第二句话呢 先讲果 再讲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学佛的原因 那不学佛人这个心就不安 所以相比较而言 我们这个学佛人的快乐 应该远远超过不学佛人的快乐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社会上那些人不快乐 众人他是达官显贵 他也不乐 我们是没有跟他怎么交流 如果你真的跟某些贵人 这些富翁 交往的话 他也会把他的心里的这些想法说给你听 他会怎么说 我羡慕你的生活 你那个生活自在 每天无有无虑无牵无挂的 你不要看我 我好像亿万家财 我是做什么官的 但是我的负担太重了 晚上睡不着觉 不像我们呢 每天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我们心里面只有什么 只有阿弥陀佛 真的 一天到晚只有阿弥陀佛的人 是最快乐的人 所以呢 大家想要得到真实的乐 怎么做呢 要念阿弥陀佛 假如说我们还是不肯念阿弥陀佛 还是哥林教尔 真名足利 哎呀 很可怜 这种人的心呢 很累呀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人呢 如果真的看穿了 看透了 他这个贪求 世欲那个心 他自然就淡薄了 你看这个了凡先生呢 他没有见到云谷禅师之前 他那个心情就比一半人要好一些 是不是 他被那个孔先生嘛 不是算了命嘛 把他流连 算了一清二楚 你当什么官 多少淡粮 你什么时候走 给他写得那么清楚 所以他就不打妄想了 但是他这个是什么 比较孝孤极是不是 这叫过一天算一天嘛 反正都这样子咯 再怎么想也没用 没想到人生 有定数 还有个什么数啊 还有个变数 变数 从哪里变起呢 慧人大师说得好吗 这个 心 很重要 福田不离于方寸 那个方寸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想要积功累得 用心很重要 要善待人家 要多关心人家 我们自然命运呢 就被改造了 就被转变了 好 下面呢是 道错大师 他老人家一段开示 他这个 有一部注解 很有名的 叫安乐吉 里面说 一 天清 净土论云 这个净土论呢 就是往生论 里面有提到 二十九种庄严 一报庄严 十七种 阿弥陀佛庄严 八种 菩萨庄严呢 有四种 这个我们呢 如果有这个机会啊 你再去看一下 往生论 再看一下 谭华大师的 往生论的 注解 都有很详细的 介绍 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 这个话题了 后面 大师进一步讲 凡欲发心 会 无上菩提者 其有二一 哪两个呢 第一个 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 那么这个就是跟菩提法呢 完全不相应的 我们应该要把它呢 舍弃 那第二个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三种顺菩提门法 这告诉我们什么 要做 是不是 好的要落实 那不好的呢 要摒弃 不能够呢 随顺它 今天因为是一件关系 我们就暂时学习到这儿 明天呢 我们再接着从这里 学习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开始 墨学乌生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法师大德通修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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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